我们常说的民以食为天 不仅是因为粮食是生存的基本需求 还因为在饮食习惯中 往往蕴藏一个国度的历史和民族智慧 印度同胞作为我国的第三大民族 从原乡带来了祖传的美味 当中最为本地人熟知的 莫过于香蕉夜饭 实际上印度饮食文化博大精深 菜系餐点背后都有典故可循 今天的专题报道 我们透过美食来认识天主谷国 常言道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世界各地的饮食文化都和地缘条件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和流域 是最早的古文明发源地之一 河水滋养了土地 给当地社会带来了丰富的粮食作物 像这个塔米纳豆它有种到 所以这就是它的这个米饭特别的多 然后它的米饭处理的方式也很多 用米饭来处理的料理也很多 然后在南印度 因为它是属于这个热带性的气候 所以它很多这个香蕉 种各种多香蕉树 所以为什么以香蕉叶来作为这个 我们说这个料理的这个底盘 然后香蕉叶对它们来说 也有这个杀菌的效果 然后也是它们家乡就是你增添风味 因为当你在用手抓饭吃饭的时候 其实香蕉叶的那个香气也生透进去里面 如果是北印度的套餐 我们是叫塔利杰 所谓的塔利它就是用这个 我们说就是属于铜盘或者银盘 然而印度同胞用手抓饭 不仅是为了增添风味 阿玉废陀经典认为 人的五根手指连接宇宙间的五大元素 以守旧时时的手势 能够启动身体的火元素 提升消化力 印度地大物博 活着的人类也没有辜负大地的恩赐 展现智慧和创意 赋予作物不一样的滋味 稻米小麦经过研磨 不同程度的发酵 烹调 变化成了各式各样的饼食 我国常见的就有 煎饼 Prata Torset 烙饼 Ciapati 炸饼 Puri 烤饼 Nan 和蒸米糕 Itli 印度人会以各种口味的沾酱 作为点睛之笔 提升餐点的风味 其实印度人他们吃 比如说南西 比如说这个香蕉叶饭 他们会有配上很多酱料 对不对 然后我们很喜欢像你讲 很喜欢把它们俗称叫咖喱 但其实不是咖喱一种罢 其实是很多的 我们把那种配饭的酱料 把它通称为叫醋腻 所以它是增添每一个主餐的风味 甚至有时候蛮夸张的 有时候你一餐 你不用配什么东西 就是那个酱料就可以了 就是那个酱料就可以了 但其实南北方就不大一样的 像南方就有很多酱料 刚刚我们讲过 但是北方不是 北方其实没有这么多 那种一罐一罐的酱料 它们通常是配搅 搅就是豆瓣酱 或者是豆糖 小豆糖 它们比较多是用搅 所以在北方 他们把他们那种套餐 叫做搅板 中华饮食文化 讲究的是烹饪食物的技法 以满足口腹之欲 但印度人认为 能量补充 喂养身体 才是饮食最重要的价值 阿玉费陀经典强调 饮食中的六味满足 每一餐都应该包含酸 甜 苦 辣 咸 色 才能够达到能量守恒 感官满足 心灵富足的效果 这是传统印度食料的信仰 为此 印度人会在烹调食物时 大量运用香料 就连饮料也是如此 印度香料奶茶 就是最经典的代表 印度人会把 马萨拉菜 当然是主要饮食 当然是印子鸣鸡之后 英国人在 英国人在印度种植大量茶叶 然后你除了外价 还要那一宵 所以大家觉得 这个印度产茶的地方 它的主要那种清晓点 就在印度 所以就自然而然 从印子鸣之后 印度人就开始 有喝茶的习惯了 而其实 如果我们看了一切的话 硕言的话 其实印度人对茶的认识 不是死于英国人 你看它的那个字 马萨拉菜 菜指的是茶 如果说是从英国人进来的话 他们不会是叫茶 他们叫替 而如果是从北方过来的话 就应该叫茶 因为他们也是跟北方 是有贸易往来的 印度大陆 不仅是中西商贸往来的枢纽 还经历不同王朝国家的 统治殖民 丰富了当地的文化色彩 古时代 信仰伊斯兰的波斯莫沃尔王朝 阿富汗加瑟尼王朝 古尔王朝入侵统治 15世纪开始 英国 法国 荷兰等欧洲国家 对印度的殖民 都各自为印度料理 增添了一缕风味 从印度佳肴中 我们不仅能够看见 印度人的饮食智慧 还能看见各族文化 互惠交融 产生的和谐面貌 下一集 一起认识 就连神明也爱不释手的 印度天使 马西社电视 叶神尼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